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早上好。欢迎你收听门夜更新请信会,2016年3月6日的主日正道。 让我们来看这一段经节,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8章1到21节。 今天的正道主题是,你应当小心怎么的去听。 你准备聆听了吗?这正不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吗? 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就是在欺骗自己,在浪费我们的时间。 如果我的正道不值得你聆听,或你不愿意留意着听,那我们在一起做什么事呢? 许多传道者,牧师们,他们精疲力卷,他们愿见了这个传道。 因为许多人没有专心的听他们的正道,他们就转去圣兆,读了一个博士文凭,回来,就在神学院或者是研究院授课等等。 对他们来说,终于有人就是指这些神学生们,愿意听他们讲课。 不然,这些神学生在年终的最后的打分,可能会受影响。 所以,他们专心的听教授的首课。 如果,有这么的一位教授,在开课的第一堂课的时候,宣布说,这一学课将不会有考试或者是评分。 你说,有多少学生会每一次出席听他的讲课呢? 那么,你在聆听吗? 或许你在付我正道的课题和内容。 你是否喜欢听或者是你觉得入耳的正道呢? 今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许多人争取那些争取提名的为总统候选人的政治家, 向他们的选民发出他们心中或者耳中喜欢听的课题,竞选纲要,承认,承诺等等, 争取他们的选票,不是吗? 有许多政治家能够诚心诚意的对选民说出他们不喜欢或者是不能接受的事实呢? 如果说的不恰当的话,那会弄巧反着,把课题导致成大火炮性的争议,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或许到时,你会明白这些人心中耳中所想听的事情或者是课题。 听见和留意聆听有什么分别呢? 打个比方,你听见从眼方发出的爆炸性的声响, 但不会留意聆听这声响的来源,或造成这声响的原因。 许多时候,做丈夫的,当然也有一些妻子,只听见对方的吩咐或说话。 但是,许多时候,他们并不会留意聆听。 可是,当对方停顿一下,一句话也不开口的时候, 你反而会留意他们为什么不说话的。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当耶稣对你说话的时候, 你是否会留意聆听呢? 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八节说 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 在这段经文,我们将分四大方面来听耶稣的话语和教导。 第一方面,是记载在第八章第一到三节。 怎么说? 耶稣带了他的十二个门徒,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 我们对这个词语,神国的福音,十分的熟悉。 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的意思,或者是真正的含义呢? 你在留意的聆听吗? 你们应当小心的怎样听? 福音就是指好消息。 神国的福音就是指神的全能掌管的国度的好消息。 主耶稣的全能来到这世上,掌管是作为世上的君王,不是撒旦或肉体的心意或罪恶的时代。 耶稣说,这是好消息。 但是,如果你不留意的聆听,这是一个好消息。 那是因为你还在沉沦在我行我书的日子。 所以,问题是出在于你的身上。 许多时候,我们只听见好消息,福音。 我们不留意着福音是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生命中的救主,我们的君王,是我们生命中的主宰。 祂的话,是全权的在主管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刻,我们的思想、行为等等。 这就是神国的好消息。 如果你不如接纳这神国的福音,那你所听见的好消息是片面的。 因为,你没有认识到耶稣居住在你生命中,作为你的君王,全权来改变你,全权来改变你这我行我书的生命。 你依旧是一个旧人,而不是有耶稣赐给你生命的新人。 在第二章,第二到第三节,除了十二个门徒之外,耶稣所宣讲的神国的福音,也包括了一些妇女。 在这些经节,这些被刀出名字的妇女,有曾被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的,莫达拉的玛利亚,苦萨,犀利的家宰的妻子,悦亚娜和苏彻娜,还有一些别的妇女。 他们留意聆听,也接受了神国的福音,也接纳成为神国的子民。 他们在经济上,攻击耶稣和门徒们,传扬福音的,传扬神国的福音。 他们相信,他们也期望别人也能听见耶稣的话语。 这是值得的,所以他们在经济上付出了。 你呢?你留意聆听了吗? 你也会付出吗?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第二方面,撒种的比喻,是记载在 第四节到第十五节,你要留意聆听哦。 这段经文说,有许多人从各城里出来,聚集来见耶稣。 他们或许感到稀奇,他们要目睹耶稣的,他们仰慕耶稣的神奇。 所以,来看这,来自纳撒勒小城,怎么会出一个知名的先知呢? 许多人来是要听,又要见耶稣,可是又有多少人会小心的聆听耶稣的教导呢? 在这一段经文,耶稣用撒种的比喻来恰当地说明好土壤的比喻,或者是应该是更恰当地说这是一个好土壤的比喻,说明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第八章第八节,让我们来阅读一下这沙种的比喻,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有一个沙种的出去沙种,沙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来吃惊的。 有的,有的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骨干了,因为得不到滋润。 有落在经济里的,经济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绝世百倍。 耶稣说了这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所以,朋友们,你应当留意的听。 是你吗? 这许多人聚集来听,但少数,只有少数留意的聆听。 这是为什么呢? 耶稣教导我们,但是,可不是都,可不是大家入耳的教导。 第九节,门徒问耶稣,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注意,耶稣将上他的门徒,向他们解释而已,这个比喻。 在第十节,耶稣说,这三种的,这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就是指门徒们知道而已,也就是比喻,是用耶稣来向他的门徒,解释神国的奥秘。 但是,耶稣的追随者,你要耶稣通过圣灵居住在心里,他会打开你的心眼,让你聆听,向你解释神隐蔽的道和义。 第十节,至于别人,就是指那些不是耶稣的门徒,和那些只听,而不小心怎样听的人。 神不会赐于他们明白的心,所以,神国的奥秘就在比喻其中,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 对于这些人来说,神国的奥秘还是隐蔽的。 耶稣接着向他的门徒解释这比喻。 他用四种土壤来比喻四种不同的人,对神国的福音的不同反应和产生的效果。 有四种的种子。 这里耶稣解释说,就是神的道。 所以,第一种是种子撒在路旁的干硬的土壤上。 这是第十二节。 就有如人,就好像人抱着干硬的心一般。 无论你多次的向他们传道,解经,给他们福音的小车子。 甚至参加查经班。 但是,神国的福音就不能深入他们的心中。 无法根深蒂固。 因为他们的心是干硬的。 当撒旦来了,恐怕他们信了得救。 所以,就从他们的心里把道,就是比喻的种子,多去了。 第二种是种子落在磐石上,第十三节。 这些种子在浅薄的土壤上生根发芽。 他们好像在成长着。 在这里,耶稣欢喜聆听神国的福音,并且领受他们欢喜在教会里唱诗祷告奉献。 但耶稣说他们不过是暂时的相信。 他们是口头上的接受,理智上的认识主,但在心中没有杂世的根。 他们遇见了试炼,试探等等,比如云乱,追求金钱,难与关系等等。 就随同世界的潮流,就退后了,把耶稣抛制于脑后了。 第三是种子落在经济里,第十四节。 神的道在他们的生命中名牙,渐渐的他们活出了耶稣,耶稣般的生命。 可是,神的话语不是他们生命中唯一的名牙之道。 他们的生命也关乎于追求这世上物质生活的享受。 钱财和私利,使他们借不出圣洁公义的果子。 最终,他们离去了他们起初的爱心。 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 第四种种子是撒在豪图里。 第十五节。 这种人是诚实善良的心。 他们带着真诚的心,留意的聆听神的话语。 并且将这些话语,神的话语,锁在他们的心中,他们的心里。 持之以恒,忍耐,在神的福音里,接触成熟的果子。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留意听了吗? 耶稣用比喻来提出,来解释或隐秘神国的奥秘。 他,对他要借视神的奥秘的人,比喻为种子撒在豪图里,并接触圣灵的果实。 但对他要隐秘神的奥秘的人,比喻为种子撒在路旁、磐石或荆棘中,他们最终还不能了解神国的奥秘。 这是全全上帝的作为,上帝是有恩典慈爱的神。 只要有诚心的留意聆听,他会向你解释神国的奥秘。 耶稣在第十节说,神国的奥秘只教你们,也就是指门徒们,爱主的人知道。 那我们师父也是如此呢?那我们来看第十七节。 隐秘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蔓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 作为耶稣的门徒,神国的奥秘已向他们解释了。 他们要把向他们所解释的,就如点燃的灯,放在灯台上。 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第十六节。 好叫我们得着主的生命,活出主耶稣的榜样,荣耀上帝。 耶稣接下来在第十十八节,向我们发出忠告。 你们应当小心,怎样聆听。 那些听到神的道,明白他们的意义的,并且去行。 主耶稣必添加于他们。 而那些,自以为有的,却没有。也就是指没有神的道。 他们将失去他们所有的一切,奥挂他们的生命。 这些不留意聆听神的话语的,在上帝面前。 他们将是扯生入体的,如亚当一般。 那或许我们会问,留意聆听,是那么重要吗? 是的,在第二十一节,主耶稣说,听了神之道,尊心的人,就是我的弟兄了。 弟兄姐妹们,在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耶稣断然不是父是他和家人亲情,属肉体的关系。 他知道,他被降为来到世上的事业,乃是要成就天父的使命。 那就是叫人相信他,使神的国度,也就是属灵的国度,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那信靠主耶稣的,在天父面前也成为义,成为神国的子民。 所以,你们要留意聆听,并且遵循他的道德人,就是主耶稣的弟兄了。 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何等喜业的事。 神的话语,创造了一个新的家庭。 他宣布神国的福音,叫那听见的,并且遵循的,且持之以恒的。 这些人就是耶稣向他们解释神国的奥秘的人。 他们也听从耶稣的指令,把神国的福音传开各地。 他们如此行,因为他们是耶稣的兄弟。 耶稣与他们同在。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们仔细留意听了吗? 谢谢你们的收听。